小坪樹的空間的琢磨 更考驗的是設計師在 平面動線規劃的能力 透過這樣的弧形的動線 去讓客廳的位置能夠放大 主臥室它又可以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視覺感受 今天這個案子呢 其實它的室內坪樹不到30坪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小坪樹的空間裡面 盡量在空間的調配上 滿足屋主的需求 那這個是一個 一家三口的居住成員 我們讓原本的格局 三加一房 依照屋主的需求 去調整成三房的格局 這個房子其實在風水上 有一些考量 一開門以後 它會直接看到客廳的這個落地窗 可能會有一點 翻糖煞的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 創造一個獨立的玄關空間 可以創造豐富的機能 形塑的穿衣鏡 那也有簡單的小的端頸平台 那甚至於也有穿鞋椅 那有完整的鞋櫃收納空間 工領域的部分 原本的對外窗其實開得滿多的 我們怎麼樣讓它視覺上面是寬敞的 我們做了一些突破 考量到睡眠空間其實足夠就好 透過這樣的弧形的動線 去讓客廳的位置能夠放大 主臥室它又可以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視覺感受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我們創造了 所有的五走道空間 透過了家具的設計 我們把客廳跟餐廳中間這個通道 省略掉 它可以放大客廳的視距 這個視覺尺度它就被打開了 於是這個案子 我們又做了家具的設計 也就是說我們設計的這一張沙發 讓它能夠去共用椅背 我們也設計了這一張餐桌 去對應這一道弧形牆面 甚至於它要做到六個人 它其實都還是很寬裕的 書房跟小孩房的動線 把它分在左右兩側 不會有彼此干擾的問題 它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立面 那創造的這個完整的立面 我們事實上是想要給電視牆面的 所以我們把電視牆的這個材質 透過一個圓論的這個矩形 去做門片上面的利用跟放大 利用這樣的一個材料延伸以後 被門片來講 是產生了一個取手的機能 僅僅在旁邊的是一個客廁的空間 我們又希望在空間上面是有趣的 在裡面也創造了一個弧形的洗臉台 牆面的部分 我們零星做了一些 錯弱的玻璃磚的設計 也讓它做了一個借光的方式 在晚上的時候 有人在裡面使用 那這是一個相反光線的一個投射 基本上是有趣的 其他的機能呢 就是一間小孩房 那另外一間就是以書房空間為主 男主人他有非常多的藏書 而且他有網路視訊的一些需求 所以他希望有一個很完整書房的空間 那因為小孩子還在求學階段 我們有給他完整的衣櫃的收納 像我這一次到紐約旅行的時候 其實我在MOMA的這個Store裡面 看到了一些藝術家聯名的掛鉤 我想說剛好可以用在這個案子上 所以我也把它買回來 放在他們小朋友的空間裡面 那事實上其實是有趣的 那再來屋主最在意的 就是廚房的空間 那原本是一個很小的一個一字型 它其實有非常多需要收納的這個空間 連冰箱的部分 它都有兩座冰箱 那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動 就是我們將通往後陽台 原本的門洞的位置 我們把它做了一個調位 也就是說我把它兩個工作的這個流理台 做了一個對調以後 第一個它的一字型的這個流理台 就多了一百多公分 對面的這一側呢 又可以做了大量的餐櫥的收納空間 它的家電啊 背背旁邊都有非常多的空間 可以去做使用這樣子 主臥室的部分 也就是私領域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是說 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怎麼樣去做一些創造視覺 我們做了兩種 一種就是 把睡眠空間的材質 延續到廁所裡面 在床頭的背牆這個部分 我們選了一個 義大利比較特殊的磁磚 那這個磁磚其實它又有兩種的磨面 一種是平整的 一種是微弧線的 那也跟空間的這個弧形造型 事實上有相關聯的關係 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把這個廁所的部分 盡量透過第二個材料就是 比較穿透性的材質 我們選了一個茶波 茶波的效果它有比較溫暖的視覺 在隱私性上面來講 會比輕波來得再更好一些 整個主臥室空間其實相對是小的 可是在視覺上 因為材質的連續 跟視覺材料的穿透 可以讓空間感事實上是被放大的 其實在原本的廁所的空間裡面 事件是位於是有困難的 我們就將洗臉台的空間 移到外面的通往 分視跟廁所的這個動線裡面 那外移其實除了洗臉台的功能之外呢 它也兼具可能簡單的化妝桌的功能 移出來以後反而視覺上 是廁所空間的延伸跟放大 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事實上我們把每一個機能 都做得非常的完備 屋主他有一些藝術品的收藏 我們也把它整合在空間的每一個角落 這個Living with Art 作為設計師其實最大的專業度 就是如何把屋主喜歡的東西 跟他所在意的東西 運用在他的生活當中 然後把它完成他自己的一個夢 其實我是真的都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也參與了很多 配色上面的一些想法 公領域的話我覺得就是打破了餐廳 還有空間的這個距離是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有創意 而且執行到一個幾乎完美 就是包括配色還有空間大小 everything 主域現在的空間音樂跟主臥 已經是做了一個完美的結合 那這個都已經完全打破了當時的原來的格局 全新的一個面貌 因為當時我有曾經提過說可以融合一些精品旅館的一些元素 所以他也完全能夠理解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讓這個空間完全的打開 然後他幫我選了一些配件就是像精品飯店但是又有家具的感覺 然後再這樣shower選的黑色的可以說是達到了最美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昨天才第一次進來我覺得他有點像公主住的地方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愛 我的小孩踏進這個地方他也非常的喜愛 他不僅僅是一個我自己夢幻中的公主空間 他也符合到小孩子的想像跟他的需求通通都有達到 我們的案子本來就比較現代一點 再加上我們的風格其實也比較極簡一些 所以在這樣的小宅裡面材質越少越好 譬如說連電視牆面它基本上它是跟玄關的材料 就是一個特殊漆 按咖啡色系 那可是表面的機理是特別的 那再來其他的空間基本上就是色漆 我們把元素剪到最少 可是它並不單調 為什麼 因為它創造了非常多的曲線跟弧形 甚至於在牆壁裡面去融合了一些弧形的牆面 可是它卻有殘腐櫃的功能 可以讓它在空間上是特別的 其實它會有一些記憶點 它的造型都是為了這個案子更好 然後更能夠有完整的機能的產生 那在視覺上有更舒服的動線 我想這個是以往我們做大平術的案子 或是以往做小平術的案子 其實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平面格局跟這個視覺造型的特殊性 也就是在平面格局跟這個地上 最之方便會建議 是有空間的 確實在是有空間的 這次沒有柑面格的 我們也來祝福 不絕眠 很難的 想念 我們的醫治 我們去前進